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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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有很大的危机 忙着亲淤泥的卓大哥 已经三天没睡了 出事当天 他正在派出所执行协助救灾 一看到记者 他边受法边掉泪 原本是救灾的远景 没有想到自己成为了受灾户 卓大哥的工作室 是位在村子的最上方 挡住了土石流 不然灾害情形会更严重 村长呼吁 如果再不次领 下次台风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 我没有什么要求 我最后是重要 把这个助力好 我们就OK了 金月村族人很努力 在经营社区发展 曾经多次拿下 全国原住民社区评鉴第一名 这次土石流的灾情 是重大灾害发生前的预警 希望农委会水保局 县政府和乡公所 能重视族人的生命安全 记者比序8号 宜兰南澳采访报道 另外在南澳江壁后圈 第三以及第四林 今天的土石清理的情况 有加快进度 不过在第六林居住的 大多都是老人家 在灾后第四天 却还没有任何人前往协助 庇后村第三第四林 有国军协助 再加上事件展望会 志工的帮忙 土石清理情形 有加快进度 但同一个村 第六林的情况 却是更严重 这里面都是一个 都是石头 我到现在 没有办法怎么清 没有重型机具 冲进家中的巨大土石 也无法清理 与江说 这里快20户的农舍 大多都是老人住家 在风灾过后却被外景一望 连我们自己正乡公所也没有 我们一直鼓励说 看能不能说来 帮我们救灾那些 我们都没有 现在我们住这里的老人家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其实我心里是很难过 旁边的野兮整治工程 经不起山上土石崩落 已经毁坏 最大石块就顺着河道 冲入农舍里 雅基老外住的地方 因为被土石掩埋 现在只能依亲安置 尽量啦 政府还是叫我们 还是要帮忙这样子啦 对不对 他也就是说 毒素流嘛 对啊 意外的嘛 就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公家的 帮忙一下 就一直这样子啦 吉子峰在过后 一直到8月4号上午 闭口第60 还是没有人进去协助 但雅基还是很温和的说 希望政府能够帮个忙 但还有一个村子被遗忘 澳花村传出有 土石流入侵的情况 每个受灾户 大概烟的高度到膝盖 罗小姐在8月3号的上午 看到当时的情形 然后我看到就是说 我们山村的部落 就是说 就有土石也买 就是土石流流到 差不多六七户的人家 然后就是山村的那个薄油路 也跟着损坏掉 那现在我想说就是 颠风已经过了好几天 就是说都没有有相关的单位 就是来到我们澳花村 这样子关心事差 说相关单位就是赶快去那个 那个关心我们澳花村 不然觉得说我们澳花村 有点都是一个孤村 记者比赛8号 蓝南澳采访报道 同样遭到舒拉台风 豪雨重创的花莲 秀林乡 对外的道路中断 让和平 和中以及和人 三个部落 现在网如孤岛 目前部落也停电 居民想起当时的状况 还是心有预计 跟着河中部落的孩子 巡视受灾严重的部落 孩子说车子没有了 家也没了 舒拉台风重创 秀林乡河中部落 台铁三号下午 终于修复部分的北回铁路 原事记者第一时间 前往灾区受灾严重的和平村 从和平车站往南 一路都是土石流 并且压过了台九县 而这一条是唯一通往花莲的道路 沿路可以看到 一堆又一堆冲刷下来的石头 连薄油路面都被挑起 部落里的道路 也被石头跟木头堵住难通行 想起当时的状况 居民心有余悸 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就跑到家里顶楼躲 那个避难这样 顶楼躲这样 我们听到一声 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 我就发现到 诶 土石流 赶快我拉我妈妈上来 上到楼上 那时候我是送我的阿嬷 我阿嬷在下面 我是送我阿嬷 送到合成中心 我不要要来的时候 把我们下来就不能救了 我老婆在里面一个人而已 居民说的激动 因为土石流 真的来得太突然 居民在猖皇中死里逃生 发现土石流时 家门已经被土石挡住 无法开启的 哈并 机灵的赶紧从窗户逃出 停电了 都看不到 因为水经验到这边来了 一下子一瞬间 一瞬间就冲下来 然后工发去用油的 那个门要打开也不能打开 因为压力水这样盖子 要打开也不能打开 第一时间就是 我先起来我先跑 我觉得是不对劲了 我先跑我就跑去 因为我们的门已经封住了 就是台风都会拿那个木板去封 结果我想说我的心念 想说我是不是要死在这边 河中部落总共有154户 全数撤离了236人 目前安置在和平国小的 有185人 其余的一清到和平部落的 亲友家中 河中部落目前估计 全毁有两户 半毁的有14户 而屋子内杀石进入 有半楼高的将近40户 河中居民历经生死一瞬间 索性村民都安全 只是逃离的时候 衣物重要物品都来不及待 生活面临困境 急需各界伸出援手 记者感召 华林秀林采访报导 舒拉台风让河中部落 大部分居民一夕之间 家屋跟财产都被买下 目前都安置在和平国小 而秀林相公所的物资 在3号晚上也已经送达 虽然现在民生问题解决了 不过面临未来家园的重建 居民哽咽的 希望政府可以协助他们 轿车 机车 家具都散落在外 严重的连家屋都看不到了 大量的土石强力的冲刷之后 让家里塞满了砂石 外头巷弄更是大小石头木头 凌乱不堪 面临这样的景象以及冲击 居民想到未来 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家里都没有了 真的 糟糕了 现在怎么办 家里没有了 那没有办法了 要看能不能给我们协助 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没有钱可以重建怎么办 我们希望政府关心我们 房舍的重建是当务之急 但物资的资源更是刻不容缓 虽然空头物资已经到达 3号下午也有物资 透过人力搬进了部落 目前老老少少185个人 暂时安置在和平国小 不过学校毕竟不像自己的家 一间教室30多人挤 小孩也只能够克难的 在洗手台上洗澡了 火车通行之后 秀林乡随即将物资送到了和平 乡长许淑莹更是召开了会议 成立重建指挥中心 协助河中部落快快地恢复家园 和平国小虽然暂时安置了灾民 但是学校开学之后 受灾的族人该何去何从 停水停电的河中部落 无助的居民仍需要政府 以及社会的协助 记者赶到花莲秀林采访报道 今天总统马英九到台东 勘察农省的灾矿 要求补助要标准来放宽 随后他也前往灾区 严重了花莲秀林乡 马总统宇诺中央会全力的来协助 不过家园全毁 未来是否要迁春或是重建 乡长许淑莹也提供了许多的方案 希望政府能够协助配合来重建 在乡长许淑莹的配同之下 总统马英九立刻前往秀林乡 受创最严重的河中部落 乡长建议和平台电救宿舍 在重建过程中可以作为受灾的95户居民 暂时安置的场所 乡长说到激动的忍不住哽咽 是不是台电那边有一个宿舍 目前他们打算要撤掉要退 那那个有80户 如果这个80户可以提供给我们 村民暂时在这半年或一年使用 但是还差15户 如果可以在这80户的旁边有空地 我们来盖组合屋 零子的组合屋 这样的话最起码村民收容的住的地方解决了 今天开始是不是开始可以在我们和平 成立一个和平灾害救援的一个附建指挥所 层级一定要到县府或是到中央 加工所没有办法 这个灾区太大 我们还要面对崇德村 秀林村还有嘉敏 这么多的工作 工所真的没有办法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赶快成立指挥所 这样来跟总统报告勘求 拜托 现在这个地方还适不适合居住 这个必须要专家来 来调查 来检验 如果检验完了之后 认为不适合居住 我们必须要签村 那我们现在要找好签村的地点 这些问题都不是立刻可以解决 但是我们中央政府 一定会结合地方政府 把这个工作做好 在过去也有这个 就是以功代证的方式 这个都是现成的一些做法 都可以来考虑 至于未来安置或是否需要签村 总统表示还需要专家来鉴定 而目前国军兵力赶紧加入 清理家园的首要工作 而台电救宿舍是否可以进入安置 这些都要等待中央安排协调 而族人只希望早日让家园 恢复正常生活 而在早上十点 马一九也先抵达了台东 了解农损情况 就有一位香蕉农 突如其来的在总统面前下跪 希望直接让总统听见农民的声音 协助香蕉农损的灾情 苏拉台风造成全台有 七千五百多公顷农地受损 其中台东农损最严重 金额达到六千五百多万元 除了豪雨袭击 再加上八月二号 整晚强劲的焚风侵袭 在台东灾情最严重的市家 受损面积就有近七百公顷 而香蕉也达到一百公顷 农民希望补助规定可以放宽 速度加快 再重新再整理 我们现在花一笔钱 要不然我们要等到几时 认定放宽一点 我要说那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一 我们怎么认定 有时候施工手 现在我们七年都没有补助到 有的有的没有 将来灾害我们一定 按照具有的办法 提供各位最好的补助 总统沿着农损的地区 关怀地方农民 并表示对于天然灾害的补助 不仅会在考虑放宽认定标准 也会尽快与地方政府配合 加速处理 这次花东地区面临着 家园重建及农损灾情 何时可以恢复原样 目前都是未知数 记者综合报导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下午正式前往 乌来区以及新店 西州部落视察 对于在舒拉台风期间 造成溪水暴涨 水淹西州部落民宅的住户 市长朱立伦表示 会给予补偿 舒拉台风夹带的大量雨势 让新北市乌来区 南市溪水未暴涨 水未几乎淹过蓝胜桥 新北市长朱立伦 四号下午前往会刊栏社桥 左岸桥头 乌来区长一一说明 受灾的情况 希望加强和遇居民灾后的 巡逻工作 另外也提出改善台九甲县 新店到乌来交界处 道路路面提高的工程 防止吸水灌入冲刷路面 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 会赶紧先协助民众 来清理家园 然后检讨受灾的原因 我想这个可以感受得到 民众的这个怨言一定的 因为这几十年来 这么大的一次大水 那第一个我们要赶快来协助 整个环境的清理 另外由于舒拉台风来袭 一号新北市长朱立伦 指示先撤离河岸部落 以及土石流浅市溪流警戒区的民众 当天包括了三营部落 福尔摩沙部落 南境部落 西州部落和小碧潭部落等居民 都遭到撤离 不过西州部落居民认为 撤离告知的时间有点赶 根本来不及收拾家当 造成水淹部落 有一层楼高的灾情 不免抱怨 我们希望说下次 我们这种讯息来的时候 更精确一点 因为我们当时知道的时候 是可能六点去要撤离 可是很多人还没下班 那忽然改成五点就要撤离 很多主人的东西 家当都没有办法救到 他往上台干嘛 他没有时间 他回来就被赶出去 我必须要讲一下 这一次对中央迹象 还有对我们的天气 真的也是很大的造型 朱立伦表示台风真的很难预测 要不要撤离决定 必须要谨慎 承诺未来会预测的更精确 而对于被淹水的住户 也会给予补偿 我们对于这些受灾户 我们要与支持跟补助 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住宅 我们的西州部落的社会住宅 在地方中央跟族人的努力之下 赶快把它完成 目前完成的情况 目前我们已经刚刚把都市计划通过了 我们赶快来设计 然后我们找一些社会公益部门 一起来合作 我们都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 好 谢谢 谈了多年的新店西州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计划 市长朱立伦表示 已经通过都市计划开始后续的工作 不过何时能兴建并没有给确定的时间表 只说会尽快来办理 这则马耀古墓瓦丹新北市乌来 新店采访报道 好 继续要带你来看的是好小子林书豪 今天早上清晨五点抵达到桃园机场 但是因为礼遇通关 所以没有和大批守护的球迷见到面 不过随后他到饭店稍坐休息之后 林书豪就前往新北市南山高中练球 练完五个小时之后 他步出南山高中 立刻就被大批的球迷包围 林书豪亲切地和球迷挥手打招呼 现场的球迷疯狂欢呼 林书豪这次将停楼两天 今天晚上在西门町有一场公开的活动 吸引许多球迷来感受平物来风的魅力 在被火箭队高薪挖角之后 好小子身价高涨 年薪平均八百万美金 这次短暂回台 八月底还会再回来 将会担任篮球营队的教练和小球迷来打篮球 好继续要带你来看的是 桃园县龟山国小哨棒队 即将在八月十六号 前往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哨棒锦标赛 小球员超过半数是原住民集 而且他们都看过电影赛的克巴莱 教练团就特地的邀请了电影中饰演 中年莫娜鲁道的林庆台牧师 前往桃园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不过其实林庆台家里 在南澳湘的金月圈这次也受灾严重 他克服了路不通的困难 想尽办法到桃园来鼓励小朋友 桃园县龟山国小在七月八日 世界哨棒亚太区锦标赛 以十二比二在第四局提前击败香港队 夺下亚太区冠军 将在八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 进军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哨棒锦标赛 由于哨棒队的小球员超过半数 都是原住民级的球员 也因为看过电影赛的哥巴莱 教练团特别邀请林庆台牧师 为小朋友加油打气做祝福祷告 林庆台自爆国小的时候 也是一位优秀的投手 而且还可以连续六局三振十八个人 小朋友在台下都听得入迷 我在伊朗我曾经有一次记录是六局三个人 全部都给我三振掉 十八个人四振掉 那看到你们我很高兴 也看到我童年的那个 童年时期的那个什么 就是喜欢往大学 那总而言之啊 我多么希望是说 大家就是凭着信心去打 不要看那个美国人多高 怎么怎么就是凭着信心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这一支剧 能够有一个好的组织回来 因为他们都有看过赛德克巴莱 那他们觉得林庆台牧师 是他们的勇士 也是他们的偶像 下个礼拜十一号 要到美国卫廉波特打世界杯 那希望透过牧师的加持跟祈福 希望这一次小孩子 能够稳定他们的心情 小球员们都是第一次看到电影 赛德克巴莱莫娜鲁道的本尊 走出电影都开心的拿着棒球 球衣要跟偶像签名 这是我的情人带 原住民情人带 很高兴 所以跟他在那个电影上 和本人有没有不一样 就怎么样不一样 一剑杀 桂山国小少棒队近几年来战机辉煌 2009年就曾经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威廉波特 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获得押军 相隔三年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再度取得美国威廉波特 世界少棒锦标赛的参赛权 少棒队的小朋友与教练团都希望能够为我国夺回 可为16年未能拿到的冠军奖座 接着Dani Vsai 桃云归山采访不到 好 另外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 苗栗县今天提前的举行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全县有20位的父亲受到表扬 其中有两位泰雅族的父亲也获奖了 模范父亲一上台由苗栗县长刘正宏亲自颁发贺便与精美礼品 由于父亲节即将到来 四日苗栗县先行举办了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共有20位受表扬的父亲 有两位是泰雅族的父亲伙伴 一位是南庄乡泰雅族的林一红 另外一位是泰安乡泰雅族的郭正光 而为了这一次的表扬大会 特别一早就从部落下山参与 不过由于日前苏拉台风影响 苗栗县偏乡地区道路也出现了许多摊房落实 不过两位模范父亲不为道路的危险 依然下山来亲自接受模范父亲的表扬 有部分道路实在是很狭窄 也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的车子都黑黑的 乌其妈黑的 但是最主要是要安全 所以我们很顺利的 就是能够到达这个表扬的现场 虽然路有一段比较不好走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我就下来赶来这里 能够获选为模范父亲不仅在社会上热心助人 在家庭中也扮演着淫妇慈妇的角色 细心四人照顾家庭 而父亲节将近 身为子女的也要对父亲的辛劳表达感谢之意 表扬模范父亲对每位爸爸们来说都是一种肯定 也让每位模范父亲们有个难忘的父亲节礼物 介绍这本乌六苗栗市采访报道 好 介绍带来关系的是海魁台风的动态 海魁台风今天晚上到明天就要通过琉球群岛 目前还位在台北东北东方1500公里以上的海面上 目前的路径是直扑台湾的几率低 但是由于它的威力也逐渐的在增强 未来速度也有减缓的趋势 气象局表示未来当海魁接近台湾的时候 是否会发布海上警报 要等到星期一才会比较明确 进入到大陆的苏拉 台风已经减弱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但受到它的残留云性影响 近明两天周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及豪雨的发生 而今晚即将要通过琉球群岛的海魁台风 时数达到29公里 目前路径直扑台湾几率低 但是当海魁通过海水温较高的黑潮之后 威力逐渐增强 加上缺乏导引气流 未来速度会减慢 相对的移动路径还有很大的变数 它如果提早北转的话 其实对台湾的影响比较少一点 它的外园运行影响时间就比较短一些 可是它如果整个往西偏移的路径比较多 或者往北转的时间比较慢 然后甚至慢慢往西朝上海这个地方过去的话 其实对台湾时间影响就比较长一点点 主要就是受到它的外园运行影响 它在强度上面都还是会在增强 那未来会不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这还是要值得观察的 主要它的路径都还是不明确 是否会发布海上警报 气象局表示星期一就是关键期 但明天开始受到海魁的外围运行影响 基隆北海岸 北部 宜兰以及花莲北端 也就是秀林新城一带 开始有局部大雨的机会 预计星期一台风接近 北部及花莲以北地区雨势就会增强 同时星期一台风接近会转成西南风 此时在台东地区包括大午 受到气流的沉降作用 会有焚风发生几率 气温会偏高 那最快可能在礼拜一到礼拜二 礼拜三这一段期间 在大午的附近可能会有一些 类似焚风的情况发生 不止大午可能整个台东地区 大家都要特别留意 而且在南雨这个外岛这个部分 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强风的情形 因为比较偏西风到西南风的情况之下 那在南雨观测到的阵风会比较大一些 同时气象局也提醒 明天开始南雨向陆上及近海风力 会逐渐增强 包括北部及东半部近海 也会有长浪出现 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上活动 另外在日本东南部海面 有热带性低气压 缓慢向西移动 气象局预计在未来两天 也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记者阿布斯阿利夫台北市采访报导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原市 或者您对我们的新闻内容 有任何的建议 都欢迎拨打原市的客服专线 0800-211-000 新闻最后要带你来看的是 红业杯国际少棒锦标赛 红业老将将重劈赞袍 重现红业精神的赛况 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看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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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一片漆黑 谁都不能看见谁 除非静静依偎 我让自己喝醉 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整夜又整夜的徘徊 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 寂寞是被烟亮的醉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怎么去安慰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爱情怎么给我们都流泪 爱情怎么带我来